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还有更多内容 位于东亚的巴基斯坦 全国境内有着超过7200座大大小小的冰川 是除了北极和南极之外 全球拥有最多冰川的国家 但是这些看上去雄伟壮观的冰川 对巴基斯坦人来说 却是一颗颗随时会被引爆的即时炸弹 巴基斯坦作为全球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之一 近年来就因为全球暖化问题 引发了多次的溶雪山洪 受影响的地区和人民不计其数 那这对于一个只占全球碳排放量不到1%的国家来说 是一个不幸也不公平的事实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甚至警告 一旦冰川开始融化 将会使到居住在下游的700万人面临威胁 潺潺流水 还有被白雪覆盖的壮丽山脉 如此诗情画意 任谁看了都如痴如醉的风景 却是巴基斯坦人的噩梦 随着全球气温逐年上升 让巴基斯坦境内的7200座冰川融化得更快更早 当地多个地区的河水也以不同的速度高涨 随时引发洪水灾难 在巴基斯坦北部的苏恩特山谷 像这样的冰川融化情况已经成了当地人的日常 虽然这对他们来说已经习以为常 但其实大家心里都知道 如果气候临界点达到巅峰而引发洪水危机 那居住在附近的15000个居民 都将成为大自然反噬的牺牲品 在苏恩特山谷较为北部的村庄 去年就因为高山雪水融化而引发洪水 冲断了衔接两岸的铁桥 民众如今只能用简单的木条和石头 随意搭起一条临时搭桥来应急 然而今年的降水量暴增 如果高山雪水融化情况严重 恐怕整个村庄都会被洪水给淹没 没有人知道蠢蠢欲动的洪水 什么时候会来 但生活还是要继续 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 突如其来的洪水就会打乱平静的生活 现在还在读书十字的孩童 下一秒可能就要拎着家当逃离家园 巴基斯坦人的命运 从来就不在他们的掌控之中 只能任由其他主宰 全球暖化速度的泱泱大国来决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